随着数位化时代来临 不少科技也逐渐融入到生活当中 为了因应未来的趋势发展 乔光科技大学是特别结合AI人工智慧 在校园内打造感知互动展演中心 透过180度超大弧形荧幕 结合最新的虚拟实镜和扩增实镜技术 不但能够将开发产品投射到荧幕上 进行实际应用与介绍 还能透过感应和荧幕画面互动 成为最新的展演模式相当特别 透过表演者的肢体动作 荧幕后方的动画人物也跟着摆动肢体 这可是乔光科技大学特别结合AI人工智慧 最新打造的感知互动展演中心 也是全国首创将虚拟与实镜结合的教学场域 我们希望是朝着应用AI就是人工智慧 还有大数据Big Data的技巧 他们的这方面的技术来发展一些好的应用的一些专业系统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系统 我们发展系统让使用者比方说客人 他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来互动 来希望他能够找出来他喜欢的哪一些特性 那透过这个系统他可以来发展一些将来推广 如何来推广这个商品 校方表示180度超大弧形荧幕 特别结合最新的虚拟实镜和扩增实镜技术 不但能够将开发产品投射在荧幕上 进行实际应用与介绍 省下开模的费用 还能够透过感应和荧幕画面互动 成为最新的展演模式 而未来也将结合课程规划 成为师生们激荡创意的教学空间 那这样的方式可以让不同年龄层 在这样的场域里面做不同的体验感知 所以他就可以做一个情境模拟做测试 这样的商品到底好不好 设计是不是需要改良 所以这个场域是我们这个系 在今年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空间 也希望在这个场域里面 让小朋友透过资讯科技的方式 做一个最新感知的一个尝试 未来校方也将和云林官邸儿童馆合作 针对虚实整合技术相互交流 期盼透过实作的结合 培养专业人才 进一步提升学子的就业竞争力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